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安 玩算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Jump群星集結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T0最神的18號 可以免費啦 這個算是七龍柱裡面呢少數的女角 那幾個比較性感的比較紅的應該像是18號啊 然後像是布馬 像是這個奇奇 那旭哥也算是有收集一些七龍柱的公仔 那女角的話就是有奇奇還有那個 就是18號 不是18號 那個布馬 就是他有一個場景的轉蛋 那個場景系列 他就是有一個悟空遇到布馬 那個可以看到褲褲 小褲褲 有內褲可以看到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遇到 悟空早期遇到 奇奇 那個是好像是被恐龍追的 那個也蠻可愛的 就是有幾個場景的 所以有特別收集 那個蠻經典的 以前的影片有分享過 現在好像是放在會員專區啊 大家假如加入會員可以看一下 以前有分享過那個七龍柱的收藏 好 重點是這個最新的神角18號 他是可以免費入手的哦 那 跳掉了 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怎麼會跳掉 在這邊 他這個活動的在這邊 他有像是可以免費拿到18號的角色 然後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源啊 薪資券啊 特典幣啊 這些 只要參加他的這個活動 就是五日登錄 有藥之心啊 這些 抑制結晶 直接可以拿到18號非常的讚 直接免費送了 所以真的是深交免費送 那很多活動呢 旭哥也都會分享 這個太讚了 有沒有 只要參加這個就可以拿到了18號解鎖 好 最爽的攻略還有最多的禮包嘛 史上最多組的隱藏版的序號 幫大家總整理都在這一集一起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後面有很多最爽的福利 好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 Let's go 好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 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60KMX7YSJ7NN 接下來有這個 9A7LV5SVXOER 接下來是AMU92PL75R91 YFKQVXN6 接下來是SEESRHXT 接下來是ZSYIB31-4WJ NL9GK3IZ72 接下來是BEXY9MCD 接下來是SEESC24-PEDC2 接下來是Z48S8W78 接下來是6O SU 6O GQ 接下來是EFW74YWDZ8O6 接下來是EFW74YWDZ8O6 接起來是2Y50 D5K0 XH09 那接下來是 43OYYI5 HAKLY 那接下來是 GD96 SP OGMA 那接下來 AD2QQU 8CBD 好接下來是 9W9A BV3NTG 那接下來是 APPSTORE 0328 APPSTORE 0328 接下來是 GOOGLE PA PLAY 0328 Google Play 0328 GSITADOR 320 接下来是 2ABR UNAJR 那里巴馬兌換方式呢 就是点左下角齒輪 接下来点这个 里巴馬兌換 就可以了 哇 幫大家总整理了 最爽的福利 那后面攻略也要仔细看完了 核之国武士 要不然就是 赛亚人战士吧 这两个都蛮帅的 那大家可以就是 赶快去拿 这个隐藏版的最新福利 这个是官方 他们推出的补偿 补偿 所以就是可以免费 直接让你六悬一 领取 然后还有纪念卡带 这个蛮赞的 好 赶快把这个 最爽的福利 最新的福利 分享给大家了 哇 想要有的都有了 这几只都是旭哥蛮喜欢的角色 有些像炭自然啊 女帝啊 还有这个 马修班帝德 哇 梯林神角都可以免费入手啊 真的是 不错 而且这个是官方认证都可以拿到的角色 哇 这些角色真的都不错 尤其是女帝啊 那两颗实在是太赞了 好 100分 所以大家记得 一定要把这些梯林神角 通通给入手啊 哇 女帝赞啊 看到这个隐藏版的需要在哪里啊 它藏在最后面 虚哥直接帮大家找到啦 让大家可以轻松的开局 来 礼包嘛 在这边 2ABRRUNAJR 大家看一下 哇 独家分享给大家 2ABRRUNAJR 那天天都还会有一些隐藏版的需要 它都会分享在粉专 那虚哥有时间的话 就会帮大家更新啊 这个隐藏版的需要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公园 那开局呢 还有很多的好玩东西啊 像是一些神角啊 然后对战嘛 然后现在可以拿到一些三选一 像是悟空啊 鲁夫啊 这些神角 都可以免费让大家玩 哦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帮大家找到一个了 GOOGLEPLAY0328 GOOGLEPLAY0328 这个隐藏版的需要 让他们大乱斗一下 蛮有趣的 好 开局了 嗯 有人竟然取 取这个名字 好吧 那就加个 有人取旭哥的名字啊 最近这个真的很夯啊 台湾蛮夯的 香港的玩家可能也都会知道啊 那旭哥没有什么立场啊 那就 有人的事情嘛 我们不会太去管 看看热闹就好了 咱们 自己处理 好不好 大家乱斗 大家看看就好 反正大家基本上也都是看看笑笑而已啦 不是很重要 好进入游戏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前往中心来看一下 那这边可以拿到很多 JUMP的角色 开局就可以拿各种角色 像是 乳夫啊 名人 还有 悟空 我们拿 乳夫好了 乳夫是战士型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技能组好了 没损失5%生命获得1%减伤 然后有生命值低于50%受到伤害的话 他会恢复 会补血 橡胶螺旋弹 这个是一个AOE的输出 入境上的敌人 还不错 那橡胶边造成550% 那橡胶战斧 也是一个AOE输出 乳夫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在大乱斗应该可以发挥不错 三档的话呢 他会切换为初始 可以切换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两只 名人的话也是战士 因为技能比较少一点 名人是九尾查克拉 尔阿利上限值 标准的1.5倍 而且生命低于40% 他会变觉醒啦 他会觉醒他的九尾查克拉 还蛮酷的 恢复血量 所以这个名人应该也蛮强势的 他还有这个本体暗分身 造成攻击伤害 名人应该蛮好 还有射幼术 射幼术是会变成冥子 这个好好笑 然后造成减速晕眩的效果 一个控制型的角色 螺旋丸是物理位移 为造成这个敌人范围内 所有敌方三次 一百六到三百二的误伤 还有减速效果 明人还蛮强的嘛 重点他有可以变成 九尾查克拉 三次都还蛮优秀的 我们看一下 悟空看一下悟空的技能也比较多一点 悟空五到家是会获得战役 可以叠十层 然后赛亚人血统的话呢 他会永久的增加攻击力 被击败五秒复活时间 每次死亡都会叠加 哎呦很强耶 他的这个被动技好强啊 像开局好像选悟空是最强的 然后悟空元气弹 进入元气弹蓄力的话呢 他的每蓄力可以获得0.5个的能量质量 哦 元气弹最多可以打出一千两百%的物理伤害 每多命中一个敌方目标 受到的伤害降低10% 他的战役激发五秒的普攻呢 攻速提升35% 对敌方目标造成一百九十的物伤 命中恢复自身65生命值 普攻还有这个追加然后附带击退的效果 物攻其实也很强势 这三只都还不错 朝指令方向一个冲击波龟派气弓 有这个280%加物理加成的伤害 而且会降低对方的移动速度 扩得战役 战役可以增加他的攻击力 战役还有这个双抗的能力 也不错 最后戒王犬戒王犬的话 在13秒内强化所有技能效果 提升80点攻击力 10%移动速度 10%攻击速度 100物理防御 还有100法术的防御 所以整体看来好像悟空最强 那其他两只也都还不错 所以开局的话呢 旭哥蛮推 官方认真应该最强的是悟空 看起来这个实力是最强势 好我们用悟空好了 原本要选鲁夫 鲁夫也不错啦 三个各有他的特色 名人就是快被打过的话 他会变成这个九尾查克啦 看起来还不错 好